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同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在接近鎮央的厚珍丁吉野地區 地震引發巨型山泥傾斜 多間房屋被山泥煙埋 救援隊伍出動直升機救出十人 當中一人重傷 但最少十九人仍然下落不明 當局擔心有民眾被緩埋 其他地區亦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斜 強震令到新千歲機場的校運大樓 長身脫落天花板塔嵌並且水浸 要暫時關閉 今日所有航班停飛 工程人員正檢查跑道 以評估機場幾時可以重開 而當地JR列車和新幹線便要停駛 北海道所有火力發電廠 緊急停機近三百萬戶沒有電力供應 至於核電廠便要出動緊急發電機組 不過暫時未有發現以上 地震在本港時間凌晨兩點八分發生 鎮央位於窄房仙小木市以東27公里 日本氣象聽落今次地震強度是6.7級 震源深度33公里屬於淺層地震 主震之後發生幾十次魚震最強的一次達5.3級 自至早8點地震共造成超過110人受傷 一個82歲的長者在地震中跌落樓梯身亡 氣象廳警告未來一段時間有機會發生魚震 而且可能更加強烈 呼籲民眾保持警覺 好 回來今天是9月6日的啤梨漫步 9月就這麼快就過了6天了 9月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忙的月份 為甚麼呢 在未踏入9月之前 在較早一兩個月我們已經部署了 譬如9月中我們會有個大馬團 9月底我們會有個大馬醫療講座 亦都確認了 有一個會是世界權威 亞洲級權威 幹細胞醫生的教授會來香港參與這個講座 解答大家的問題 稍後他還會接受我們全港唯一的獨家訪問 其實已經有很多其他媒體的朋友 打探是否真的這個教授會來 他們都上去採訪 我當然是不介意的 不過那個教授說很好 這次我邀請他過來 希望第一次去一個處男之身 在香港 就讓你先破壞 對呀 好的 好事 以後就有很多機會 都會去分享關於幹細胞的發展 或者現在臨床應用到究竟在哪裏 好了 剛才我又補一段日本北海道 昨晚凌晨兩三點地震 日本地震當然不會太猜疑 其實如果說預言 或者說世事必然性的循環 大家都預期不知何時會有東京大地震 其實這個預計都是在附近的日子 當然附近 你用地球的生命 其實科學家 我完全不喜歡科學 但我是有聽陳志宏的節目 因為我們第一是去老友記 第二是他跟台長做過的節目 是相對比較容易聽的科普節目 但其實地震在現在科學家裏面 是最不可測的一件事 就算今年年初很多術數家 都會說今年這樣 似乎大家要小心一點 多地震 在哪裏呢 都是在東面 東面 怎麽為是東面 因為地球是圓 這算是中生 這是很難搞的 當然容易推斷 譬如日本 為什麽日本是位於地震 但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地震的地方 真的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即是溫家寶 我們偉大的前總理 多難興邦去形容日本 這四個字絕對形容不到我們偉大的祖國 我見到一些大陸網民 有些說 抵死日本 想像天滅日本 連三番四次天然災害 搞死你 甚至乎有些 不要說這麽激進 甚至乎有些言論 我都聽過 甚至乎我小時候 都可能會想過 或說過都不一定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犯這些錯 即是不會 我們屌人 屌人就很少屌錯 但也會有錯 想事情屌人 那些 譬如說 是否在日本做得壞事 多數會有報應呢 有時候都會這樣想 在小時候 但後來你長大後 就覺得這是多夠餘 因為全世界有這麽多人做壞事 那為什麽要集中報應 在那幾個國家 有些國家就是 真是福地 什麽叫福地可以香港 撇除人 香港基本上 就真的沒有什麽大災難 那難道你說 香港人沒有做壞事嗎 福有由歸 因為這個地方 那有時候的事情 就真的不能歸咎於 是不是他們真的 那天要滅他們 還是怎樣 我們見到的日本 就是在 重重那個 災禍 即是無論是地震 那個天氣 那個颱風 那個飛燕的東西 都不能夠做 就能夠收拾 但是我們見到的是什麽呢 就是他們是 在這個混亂之中 仍然是每一次都站起來 OK 也都因此而 其實他們有很多科技 特別是建築的水平 防震這些 是世界頂級的頂級 OK 但是仍然是頂級的頂級都好 原來只要你有一些 譬如你說 超強的自然界的破壞地震 那你在哪裏搞呢 譬如你說 神武地震 對 不能搞 或者剛剛飛燕的那個 那個沉降 那個機場 OK 那你真的漏水 那你這些都沒有 當然了 香港已經有很大的機會 但是別人的復原很快 你看紅本他們的震 神武地震 不是很離譜的 但是要這樣說 我也要這樣說 一般來說他們的復原 就是主要地方 因為我上次去紅本 不知道去年還是前年 去紅本地震 真的是兩三年前 就是我去紅本地震 之後大約一年不夠我去 那我開車到處走 去到一些基本上不應該進去 其實也有動了一個牌 叫你們不要進去 但是不是不准進去 是最好不要進去 而且要小心駕駛 其實都沒有弄好 但是主要的道路 就是主要道路大道的那些 是 他們拼拼拼拼幾天之間 人家當時兩顆原子彈都可以生存 所以你說多難慶幫 也解釋了日本人 他們對生死的那種看法 譬如他們那麼喜歡櫻花 日本人有一件事 就是純相死亡 尤其是這一輩日本人 你絕對不能用這幾個字去形容他們 但是他們對死亡的那種看法 我想是給你 就是華人是一個很奇怪的 一件事是貪心怕死的 我們做你老母的中國人 也說過很多次 是很害怕死的 零食怕死 所以華人要彈出一些英雄出來 是 你可以說很容易 只要你做一點點 跟普通人不同的事情 就已經很 outstanding 但是你說慷慨負義就義 喂 太厲害了 你華人太有好計算了 兼夾 你老美 是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 這些說話 好死不如賴活 你跟他鬥長命 這些說話 其實往往可以把一種抗爭的意思壓低 你羅一方長 喂 喂 但是毛澤東去什麼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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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 屌太厲害了 就跟你屌你 屌你 屌你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姓盧 也不要說到最後 是否姓盧也成問題 反而是成為了 話事人 你想見一見 主席也不是這麼容易 OK 好了 北海道 很嚴重 暫時 我入室室之前 最後還是說八個人死亡 我相信一定應該不止 失蹤人數 現在已經預計有四十人 另外找到的 見到的受傷也有幾百人 當然 最嚴重的就是停電 一個星期 預計 我覺得他們不會需要一個星期 最後在他們同心協力 或者國家的全力支援底下 我想四五天都應該可以 我想現在陸陸續續會有些地方通電 是的 OK 如果大家想想想 如果香港一個星期停電 你大了 嘩髒垃圾 沒有人收藍沙 衛生全部 你試試美國一個星期停電 都是麻煩 就算你紐約 就算你鄰居 這些地方 都一定是搶東西 OK 強姦 香港未必會有強姦 你不是說 因為香港的人膽少 是 但是你說在鬼佬地方 看來你為什麼要踩我獲狗 停電 不出來後 你那麼奸任努力嗎 就是 超市抄襲東西 就是 新鮮稅機場 便 所有託出今天 航班取消 鐵路取消 我想這些集會都有必然 還有上百萬戶停電 在滿大潛的 陸續有餘增 我們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呢 因為近年我們太欠中國了 中國經常去妖魔化日本 於是我們站在日本那邊 我想不多不少有一、兩%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從小到大受的日本文化分圖 包括動畫、電視劇、普及文化、科技 其實甚至我們尤其現在沒有這麼覺得 但是在80年代我第一次去日本 第二次已經是九幾年了 去日本那時很明顯覺得 日本是比香港領先、先進的 無論是人民的精神面貌 或者地方的科技 當然現在你未必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們終於日本 有一千萬種原因 如果你要問我今天自己在想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日本呢 其實只能夠簡單地說 因為節目時間不長 就是因為日本那種獨特 它那種跟全世界總是有些不同 以及我喜歡日本那種靜 不需要去到香膠 你只要去到 即使在東京一走到後巷裏面 那麼後巷當然也是後巷 但是它是否這麼骯髒呢 可能有一半件垃圾 只有一滴滴污水 但是絕對不會像香港那樣 屁股的老鼠走來走去 日本人有一件事 沒有可能的事 華人整個耳口都學不到 就是智慧 這個可以這麼說 但是 你去到日本 你一轉到一條巷裏面 只是一條街 就是很冷靜 那些人說話很濟 我經常說我們去日本 可以有很多東西看的 譬如一幸、林康正 他們比較熟悉日本的歷史 他們會喜歡看建築物 看別人的保育物 你喜歡科技 譬如我喜歡看車 我喜歡看車展 看概念車 我喜歡看歷史 我可以去到一些博物館 別人有很多 看女兒也可以 當然看女兒就一般 其實在街上的女兒 或者你玩樂園 是 甚至是玩玩玩具 他也是 玩玩玩具 其實是好過 甚至乎就要看他的風景 我作為遊客 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欣賞 或者享受這個國家 因為在全球化底下 其實他真的能夠保持到 某一程度的獨特性 以前沒有這麼覺得 譬如我們去到 即使現在說很多 含家產、私囊人去北海道 離小路 又或者去 我剛剛上次去完廟 這間都穿了和服 九州的那個 大阪那個叫什麼廟 金國廟 金國寺 很多知賴人也好 但其實你也可以靜默地欣賞他 每一面 我覺得我們尊重日本 我們愛日本人的朋友 很簡單 只要去到 因為有些地方 他比你更瘋 其實你最重要 就是要投入 以及不要製造噪音 在樂園裡 威威鬼吵 就是天公地道 但是 大家要明白 什麼叫噪音 以及威威鬼吵 起碼最基礎的尊重 就是不要騷擾人 因為日本人 就是以害怕騷擾人 是 為為榮 就是怕騷擾到人 怕干擾到人 我們去尊重日本的最佳方式 各式其式去享受日本的旅遊 就是起碼你不要騷擾到人 這是最清楚的 連我這麼大聲的人去日本 說話都壓低到屌你了 自己的老婆都說 聽不懂你說什麼 為什麼呢 免得別人 養你 我不是怕騷擾香港的那些 我沒有這麼偉大的 我是免得別人 稍微有一眼看過來 我也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破壞了人的寧靜 既然是這樣 我們日本這麼多難 我就說了這麼久 都未成時到 當然要看現實情況 我就打算在11月 10月太趕了 11月就會搞一個旅行團去日本 而且是北海道旅行團 就會去北海道 在冬天的時候差不多 都會冷 應該都可能會 我不知道 因為我去過 其實我去過一次北海道 2004年 然後 2006、2007時沒有什麼環境 剛好轉工生意失敗 沒有去到 到了好些環境 在1910年轉變的時候 就開始臭大陸人 這幾年我根本很害怕 但是現在的大陸經濟是如此 我又預計大陸人這麼害怕 我們就用腳來支持 其實我暫時去過的地方 我始終都是最喜歡北海道的 那沒事的 其實廣闊 地大 平地多 我喜歡一些自然風景 就喜歡 而且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可能你們反而沒有留意 日本北海道是盛產很多乳牛 AV那些 好想多大陸的怪女 是來自北海道 也是來自北海道 是來自北海道的 不是浪得虛名 不是浪得虛名 大家留意一下 我今天會回去策劃 叫梁木舍老友給我一些計劃 吃拉麵 我們下個星期就去 看夜的拉麵 下個星期就去宣布 那個情況 應該不會貴的 我聽見這些計劃 會不會收六萬二千 不會 我聽見D100 他們怎樣做的旅行團 通常是一個數 那個數目就負擔我和你的旅遊費 另外捐一塊錢給MIHK之類 希望大家開心 我們可以 例如我們永廷亭的顧客 我們在想 但一定會先休息 黑客會員 接著是永廷亭顧客等等 好 今天有另外兩個話題 我會在這一節結束後才去第二節 特別是接下來的話題 其實我不想說 但看到這些 實在是太有趣 那些反應 不禁我再說 看一段影片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好 到這個零短版 不要看一些字 否則好像很立場一樣 話說我們偉大的蔡英文總統 走到這個玄山的鍾列寺中 秋制年年歲歲月都是國家儀式 然後秋制奏完國歌 在這段時間 就好像做了一個動作 這樣 秒一秒 或者進去吐口水 於是負責來負責去 當然支持綠營的朋友 其實我到現在也不明白 為何有人支持綠營 我到現在也不明白 我一會兒才會說為何 你問我是否很討厭綠營呢 其實我又不是很討厭 但是如果你說在兩者之中選擇 譬如我們老有幾個一行 他們很討厭國民黨 又是不知為何 當然我絕對不會喜歡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就等於共產黨的兩兄弟而已 你看看他 尤其是現在近這段日子 那些政治人物 或者他們裏面的黨爭 我也捲入了少許 我覺得根本是討厭到極 始終都是華人 沒錯 但是民進黨又有多進步 為何那些人會這麼討厭 先不要說因為民進黨 或者民進黨的朋友 跟我們香港社運界那些做好交朋友 很討厭而令到我喜歡民進黨 我不喜歡民進黨 我一陣會選 而我也很奇怪 香港人 我們的老朋友謝功勢說笑人家 我就是專家 其實挺值得笑的 就先說這一段片 你覺得怎樣 純不純粹你的感覺 你去評這段片 第一 那些臭嘴又不代表甚麼 就是這樣 是 OK 因為你有一個立場 很明顯我聽下去 首先要這麼說 那些人經常吐不吐口水 是 綠營的人 你澄清了 哪有吐口水 藍營的人說 你這樣也說不是吐口水 其實真的吐你 為什麼呢 大家有一個立場去看 我根本就不需要 我認為是不需要你 政府澄清 政府當然是澄清說沒有吐口水 難道蔡總統談上頸 是不是 很清楚一段片 大家多看一千次 就是沒有吐口水 嗯 哪有吐口水 大家分講問題實事求是 即不是列卡特和 不是 吐口水真的有口水 你哪有 OK 那我講完了 不要亂爭 然後第二件事 他不敢唱國歌 第一 我不知道那個場合 需要不需要唱國歌 我專門上網看 原來台灣的官式場合 有幾十個 不會有幾十樣的 是規定 誰要唱國歌 誰要播國歌 誰不需要唱國歌 很清楚 這些是禮節 其實每一個國家 或者一些大機構 其實都應該有的 不是亂來的 絕對不會像當日吐口水 李克強來吐口水 港大就坐下主席位 是沒有的 是有禮節的 這一次抽濟 在鍾烈子 總統不是總統 其實是 與會的群眾 是不需要唱國歌 所以也不需要爭辯 你南營的朋友 吊口蔡總統 說你唱國歌 好了 扁一扁嘴 林匡正說 這不代表什麼 其實這些 他自己對蔡英文 可能他對陸營的 有些愛護 吊你了 我就是要吊他 這件事 為什麼我這麼認真 我就是覺得 陸營就跟香港其實一樣 我們支持港獨 不代表我一定要支持台獨 但如果我支持港獨 我同一立場支持台獨的話 最簡單的事情 我現在批評台獨 我也可以批評港獨 眾言我支持 這樣才是一個實事求食的態度 不要這麼互短 雖然我也有的 互短 始終也有的 但是盡量希望減低一點點 現在這個你還不用來發為 扮正義 我還是人 為什麼呢 香港有很多瘋独派 本土派 已經互扭到 瘋你才有大頸泡 現在這個距離遠一點點 我當然要吊他 很簡單 你不想喜歡他 就別想去 你瞄一瞄 幹嘛想去 我認為這些不需要爭辯 有些人說 剛才爬上鏡 忍不住 當然知道 不要爭辯 大人 阿癡應該拿手筋出來 吊你媽媽 再小聲一點 我打阿癡就這樣 阿癡 有些人斯文一點點 那些老婆 拿手筋出來 吊 我還說 吊你媽媽 你幹嘛這麼小聲 大家不要忍 你知不知道我有老友記 可能你也認識的 就是忍阿癡 我問他為什麼 不是忍阿癡死了 這裡爆了 這裡爆了 不是血流模糊 是裡面的氣 在這裏谷爆了 結果醫癌了六七年 看問任何醫生都看不到 是九四一身 整個人的免疫系統亂了 最後竟然是有個中醫推拿 推上去 醫生說你為什麼要忍一次 我又不知道 無無聊忍一次 就在這裏內爆 有時免得吵到人 在這裏面牆壞 可能像我這樣想在日本 騷擾到日本人 在香港他不吵你 大家不要吵他 城市我不吵大聲 別人聽到我說話 其實蔡英文 真的是一個很無縱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真的經常鼓氣 說來說去 我的概念到現在都想不明白 就是為什麼要吵你 你用這一個 是不是獨立的黨綱來選贏 每一次 一到選舉 就操作台獨理論來操作選舉 如果你現在要選的 是選中華民國總統 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正在做的也是中華民國總統 我覺得你真的去到中列寺 你就不應該這麼不屑 因為中列寺供奉的 除了抗日議事 其實可能是在說滿清時間 所有甚至近代為台灣捐軀的人 沒有這一群人就沒有中華民國 甚至在侵華的年代 是的 抗日戰史 沒有這些債人就沒有中華民國 那你現在正在做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那你去到中列寺 你這麼不肖 你去做什麼懶惰呢 好了 第二 我最懶惰不滿 包括所有的台灣人 不能回答是不能回答我的 不能回答我的 有時候是廢話爭辯的 有時候跟我們永憑平的姜總 很簡單 那你現在算了什麼總統 國會有這麼多人 算了什麼宣佈台獨 啟動台獨公投 算了什麼四海 他們都是這麼說的 你啟動台獨公投 這個是最民主的做法 如果夠票的 就宣佈台獨 你們都經常舉起那些什麼東西的 台灣人 你竟然靈命而死不物而生 不獨就竟然靈命而死那些東西的 那你竟然是受打壓 你有公權力的 宣佈台獨 你竟然原來是有國沒有做的 不是的 如果一宣佈 大陸會打過來的 那你就不要這麼大聲說話了 還有 如果你根本不肖中華民國 等於大家聽清楚 對反香港就行了 不要去跟國民黨選 武裝革命 推論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你就怎麼都見過台灣國 多好啊 又沒有種 就只專門做這種事情 其實這次 有可能說不是的 蔡英文總統真的不是 可能不是有意的 可能也是的 可能也是不是有意的 但是 他們整個政府 在執政這麼多年的所作所為 全部都是在做這件事的 不需要去不去中國化的 你也有權的 宣佈台獨 你公投就行了 如果你說投票投輸了 那麼大陸沒有 投輸了 那麼你是民主政府來的 那就復英人民 原來要不讀不統 你倆傻傻傻傻在這裡 很簡單的 所以我看到 我知道你有記 我又廢時加把嘴巴進去 兩班傻傻在我的帖子下面不斷爭 這麼有眼 你沒辦法的 一班男一班綠 你先爭一顧自己 好 接著找一個傻傻來吵 其實我就不想 因為我嘗試這樣吵完之後 收到那封十頁信 你知道我的粉絲的東西 一反轉主套就是屎 那今天這個應該不是粉絲 那麼我們怎麼說呢 我又不是說吵他 我想我真的要教下人 又或者我看到那些信 我都暗中開心 亦都令到我覺得 林康正雖然其實不是小 都35歲 但是在我來說 他也是少一輩的人 那他又真是outstanding 你不要想著你35歲 那些人不會這麼差 其實你那輩都是這樣的人 不過 因為起碼你認識了一個波仔 大家也認識了 但是不過在現在90後 那些還更加離譜 話說今天我收到一個Message 是Message FacebookMessage 沒頭沒尾 他不是我的朋友 我不認識他 是的 有一封這樣的東西 我們給我第一張照 有一條男人叫做高俊 賭神 他說 我給錢 是不是可以幫我付儲 就這麼兇 這麼想直接 應該沒有禮貌 關於什麼 我給錢 不是可以幫我付儲 就是BNO BNO 大家看這個字 我給錢是否可以付付儲 你要寫BNO 不要緊 他起碼用大招呼 你好 就算我當你不懂 你好也好 然後我說 不一定要付儲 我不是欺騙別人 其實BNO 不是一定要付儲 他說 有什麼辦法 我不見了BNO 我見到他這樣 其實我已經有少少不開心 你這麼無禮貌 我說Whatsapp 6692429 我不習慣在Message 這樣跟別人聊 我說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first 你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他說 以Whatsapp 好了 以Whatsapp 大家看第二張照 他說 遺失了BNO 沒有付儲 如何補領 第二句 我是Facebook 你叫Facebook 這麼搞笑 然後我去鼓掌氣 你的名字叫Facebook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他 吸救我線 是 然後我說 我剛次電禮 斷線 我已經不串 我知道他不是那些粉絲 他說 現在不方便交電話 只可以Whatsapp 我說 那沒事 我免得播出來 我說 那沒事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叫阿俊 那大家想也想 我說什麼 阿俊 你姓阿 叫阿俊 你老母這麼有趣 姓阿 你有名字 他說 全名李俊 那我就說算了 我快要吃這麼多 於是扔一堆我平時 Cup and paste 申請BNO 流程的給他 然後有一句 第三張照 回來 關父母什麼事 其中一件事是父母的名字 我心情解釋 你照做就行 沒事的 父母不關你父母的事 不過不要緊 人家規則就是要問 你知道的 你給我爸爸媽媽的名字 知道出生日期就給 不知道也不要緊 我們會做到 好了 接著過了一會兒 我之前埋領過 其他東西我懂得搞 現在只欠付署 你真的幫到 我給你五千元 嗯 接著我就立刻說 我說 我說 如果你其他東西懂得搞 只欠付署 那你自己搞得了 OK 付署不一定要找我簽 接著我再說 你不要想著用五千元給我 五千元不是好想大的 OK 就算五千元好想大的 我是不是一定要跟你簽 OK 等等 接著過了一會兒他又說 保嶺那裡要錢 你懂不懂上英國的網頁填資料 即是我的英國氣 即是填資料不行 我不要說你之前搞過 只是欠付署 好了 接著我說 那你真的不懂填資料 過了一會兒 我沒有 那時候我已經出來了 他又回覆了我 我要看他寫什麼 就是你了 然後大家知道我最後會是怎樣 接著我出來 他就說 其實保嶺那裡要多少錢 我說大約一千二元 我屌你老母 大家想想 我經常說撿傢伙出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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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 臭蟹 他又要 我再說 他的名字叫李俊 是 混江龍李俊 OK 他就改一個 他當年不知道 給一個混江龍 他又改一個名字叫高俊 但高俊其實也不是這個俊 是進步的俊 以為自己很有型 我看過Facebook 是沒有照片 沒有status 就follow什麼呢 什麼散工 有天出糧散工 你都沒有follow 那些靚毛 我都不是想這樣看你 但是你們這樣想出來 天天幻想自己會撿傢伙 或者會 或者會 blame 社會 不給你們機會 那怎麼辦 這些人不少 這些人不少 沒有頭沒有尾 他們的波仔 但波仔有生理的問題 他們真的不免哄窄 OK 休息吧 怎麼這麼貪玩 黏點匙羹在臉上 歡迎收看大甲光麵突藥時事即食麵 我是花仔星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 我們大陸的同胞 已經發展到培育子女 全腦靈動 近日湖南長沙有網民爆料 有團體舉辦價值二十五萬港幣的神童學習班 激發小朋友無限的人體潛能 例如可以用鼻來文字 用手摸字 用耳聽字 有關負責人解釋 整個課程的理念 是以專注力和自信心作為實踐基礎 即是有自信心 只要專注地不斷地文 就可以用鼻來讀報紙 我抽到啦 Youtune is very handsome 與其拿二十五萬出來 幫自己子女做磁力王 不如加入MI3.TV全新的 二百八百兩年無限次重溫優惠計劃 有資訊性十足的大院遊樂 隱備客人的深夜妄聚 充滿懸疑的你深信的陰謀 計畫器平均每日都不需要四元港幣 就可以收看我們資訊性十足 又富趣味的節目 還說那麼多 快點上www.miha.tv 訂閱啦